那么透过卫星图也显示了 二军正在逼近在盾内刺客的主要防御祭典 那这个部分就是波克罗夫斯克 在这个部分他是乌东的一个交通大动脉 是个后行书鸟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现在在过去这段时间 持续你来我往 对我想这个新的战场的开辟 我看最近有人在分析就说 这个是拜登最俯的 这个最后的一级 那很多人都认为这个就是说 可能拜登心情不好 退选以后 那么把气出在这个普丁身上 因为只有现在目前为止上 只有在这个俄乌战争上 让乌克兰有一些进展的话 对美国民主党现在的选情 是有帮助的 所以要有所动作 那有所动作 另外一方面也这个 因为过去这么多年 两年多来的战争 美方跟北约一直不准许 乌克兰军队进入到 这个俄罗斯的境内 这是一个基本的游戏规则 那现在这个游戏规则被改变 只有美方能够改变 乌克兰是没有办法单方面改变 而且乌克兰的军方高层人士 已经间接证实了 而且从俄罗斯的这些方面的 发出来的讯息 他致死就不相信 这是乌克兰单方的军事行为 他致死就认为 这个是美国跟北约的 一项军事计划 所以现在这场进攻 刚开始的时候出境也不是很快 它是一个比较怎么讲 它不是用大规模 一支军队像一根毛一样 一直往莫斯科你去冲过去 事实上不是 而是它是比较小股的军队 它是不显示出 它主力所在的一个军队 它是小股的军队 以横面的像这个怎么样 像这个俄罗斯的这个境内去进攻 所以现在整个这个 它所占领的土地 你可以看出它的形状 比如说这个是边界线 这个是俄罗斯 这边是乌克兰 它是在边界线的 这样子比较横面的 这样子一个比较宽 可是比较扁的一块地带 那这样子就比较符合 泽伦斯一的讲法 就是说它打这个是希望 来累积将来和平谈判的筹码 对它不是要占领土地的 那也不是在继续想要威胁俄罗斯 它现在距离这个 这个州 就是说的首辅都还有100公里 所以呢 那个你要真正会造成这种 大规模的会战的话 目前还不够成 那它整个进去的兵力 大概就是1万到1万2千兵力 那么占领了1150平方公里的土地 事实上的话 现在已经看起来已经推动 再往北方推动的力道 已经不足了 那整个看起来 如果说是1万1千兵力的话 那如果已经被消灭了2765 那伤亡率是非常的高 那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那比较让我们感觉到 比较看起来没有 它没有对这个战局造成 整个的一个全盘的战局 造成比较大的影响 就是说并没有看到俄军 大幅度的调兵回防 然后把兵队这个兵力 集中在现在俄军 乌军突入的这块土地上 相反的 俄军在传统的东线战场上 现在加强力道打击 也就是说现在 想来的东线 比来还是属于乌克兰 所控制的这个城镇 现在有被突破的可能 也就是这个叫 波克罗夫斯克 这一个是在 这个南北补给线上 这个就是说东线战场上 南北补给线 南北补给线 最重要一个城市 现在只相距只有多少 12公里 如果攻下来的话 那么这个乌 俄乌之间在这个东线 顿巴斯地区整个 十多年来的战争 就会有大型的 就有非常大的转变 所以俄罗斯不但没有 重兵回首 现在乌军深入的这些 俄罗斯的领土 反而在东线加大打击 你就可以知道 其实乌军对于俄罗斯 现在在这个 这个入侵的部队 并没有造成太大的威胁 而且德国的这个明镜周刊 前两天的这个文章分析 他说乌军只会一开始的时候 获利后面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那现在就变成说 你占了1150万 1150平方公里土地以后 你要能够守得住啊 你不要俄军一到 你就都撤了 然后呢 要不然你就被别人抄了底 后面把你从后面 把你这个 把你的后面 把你怎么讲包围起来的话 那你全军歼灭 那你这个不就白忙一场吗 所以我觉得就今天来讲的话 对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我觉得乌克兰最困难一点 在哪里 就是说他要怎么打 基本上不是乌克兰自己的决定 完全是美国的决定 所以今天打到俄罗斯又如何呢 对不对又如何呢 你能去炸这个核电站吗 这会引起这个整个区域的核子污染 这个在国际上的话 你会造成乌克兰非常大的 国际上的压力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 乌克兰为什么今天处于这个处境 而且美国的选举还剩下80天 80天以后就决定乌克兰的命运 就要决定 哲伦斯基的命运 哲伦斯基现在如坐针毡了 如果说是川普上来的话 对不起他就割地赔款了 还有什么呢没有第二个选择 是好所以看到现在 哲伦斯基在这个部分 那么刚也提到了 这是一开始那后续 你能够继续维持吗 还是后续都统统一场空 是不是跟俄乌也要来看到 对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俄乌现在 大家还在持续关注 现在这个进度到哪里 8月17号俄军海军陆战分队 这是隶属乌军第82独立空降突袭旅 装备北约全国装甲车的 一支机械化车队 在库尔斯克被俄军第810旅 是完全的摧毁 那么经过快速的战斗 俄军的部分好是 歼灭了一个乌军的机动小组 二方的国防部发布了 库尔斯克最新战况 在北方作战集团 击退了乌军的突击旅的攻击 过去一周 北方作战集团消灭了 2765的乌军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w Your Car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